好,現在我們就開始啦 我們現在要講4.5節 這個4.5有點不太好看,我是完美主義者 4.5 那4.5節是要講partial order partial order 那partial order 他除了講partial order之外 他還會講一個東西叫等價的關係 其實等價的關係我有點想跳掉 反正代書你知道會對不對 如果我們把equivalent relation 跳過的話 那基本上今天就可以更早結束了 那反正我們先從partial order開始看 所以呢 我們先定義一下 那這個定義的話 我們這本課本在講partial order的時候 他先把一大堆的東西跟你講 譬如說什麼傳遞性啊 什麼字版性那些一大堆相關性 可能七八條性子 一下子就把那些七八條性子都全部跟你講 那講完之後才跟你講什麼是partial order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有點不太直觀 就好像是把一大堆公理跟你講 然後再跟你講說 有個名詞叫做偏序 然後偏序他就是滿足裡面的 159 158這樣子 我就覺得有點沒有感覺 那實際上partial order 它算是一個大小順序 大小順序我相信大家都懂 它是一個大小順序 這個詞的推廣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該如何去定義我們的大小順序 該如何去定義我們的大小順序 那這裡的話 它就叫做所謂的偏序 那偏序的概念是這樣子 首先 我們先給一個集合叫做x x是一個集合 那我這邊的版書 會跟課本的順序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會是重疊的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符號我經過大量的經驗 不然全部寫下來會很複雜 基本上就是 什麼是偏序呢 偏序它就是一個relation 它是一個relation滿足一些性質 它是一個relation滿足一些性質 那這些relation我們就用一個符號 它是一個小於等於的符號 那這些等一下我都全部會解釋 首先 這個括弧是等一下我要介紹relation什麼東西 那這個relation必須要在x上面 在x上面 然後 我換看齁 這個符號我可能這樣寫比較好 x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說 這個relation稱作partial order partial order partial order partial order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的意思是滿足以下三條 一二三這樣 好 我們先來回答一下什麼是relation relation它 呃 雖然數早講過了 但是還是要提一下 relation它基本上中文叫關系 然後什麼叫關系呢 關系它基本上就是 一個集合裡面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那這些元素之間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約定的關係 比如說這個集合 假設叫做 數學系所有同學的名單 就是所有同學就是在這個集合裡面 那任何兩個同學他們可能認識或不認識 如果說我們這邊的關係 定義就是認識的話 那這樣的話 范古魚跟我就是認識嘛 所以我就跟范古魚有這個關係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跟這裡的每位同學 並不一定所有人我都認識 所以我跟某一位同學 可能就不滿足認識這個關係 所以基本上 一個關係呢 它就是 就是在一個x這個集合裡面 取出兩個元素 那關係基本上 它就是可以想像的是一個 x乘x的子集合 x乘x的直接 我又把它寫在這邊 關系的意思是這樣子 x乘x的子集合 那它子集合 它滿足某一些特徵 譬如說 如果我們用數字來表達的話 譬如說以 1 2 3 4 這樣子好不好 那譬如說我們這邊的關係 可以是一些很抽象的關係 譬如說是整除關係 整除好像也滿直觀的 整除關係的話 你會可以想像的說 2 是不是4的因素 是 所以2跟4 它就屬於整除 整除這個關係 這裡的x 取名字就要整除 好不好 那3跟5呢 它就不屬於整除這個關係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反正不管怎麼講 我們規定了一個集合 那這個集合裡面 特定某些元素蒐集起來 我們就想像它的一個關係 所以針對整除關係來講 這個東東 這兩圈圈 它是一個子集合 那它子集合裡面 它會還有很多的數對 還有很多的數對 那這些數對 當然第一個數字 要是第二個數字的因素 所以這是整除關係 這還很好理解 但是這種關係 我們可以比較抽象去定義 並不一定每次的關係 都要有一個具體的整除 或小一等於 或是什麼 平方等於它 或之類的 或加一等於它之類的關係 它可以是一些很特殊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把這個觀念 做一些抽象 它觀念就只是想像成說 只要是一個特定的x 比面x partition for dot x 的一個子集合 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關係 儘管這個關係 有可能沒有一個很實際 我們想像得到的一個直觀的意義 但是它只要是一個子集合 我們都會認為它是一個關係 可以嗎? 好 這就是關係的意思 所以關係它的定義就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呢 是x乘x的子集合 好 關係它基本上就是集合 所以 這邊的小一等於 小一等於 小一等於你不要以為是什麼 2小一等於3 那種小一等於 它這裡小一等於是一個集合 是個集合 是個集合 那我為什麼要寫小一等於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看起來會比較有感覺 這個會比較有感覺 所以呢 你可能就會想說 如果在實數裡面 2 3 它就會屬於小一等於 可以嗎 2 3這個數字 它就會屬於小一等於 這個集合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看一下它滿足以下條件 好 第一個條件是這樣子 第一個條件叫做自反性 叫做regressive 叫做自反性 那自反性在講什麼呢 自反性就是講說 對於任何x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來講 這個x x 它必須要屬 這個線不要超 xx要屬於小一等於 屬於小等於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符號其實有一點不太直觀 比如說 2 3 它小一等於3嘛 所以2 3小一等於 它屬於這個小一等於這個集合 它屬於小一等於這個集合 這個應該是很合理的 但是你可能就會想說 啊我們平常習慣又不是這樣寫 我們平常習慣是2小一等於3嘛 我們習慣是這樣子嘛 所以實際上 在我們的這種 relation之間的關係裡面 relation這種關係裡面 我們ab 屬於一個relation 比如說relation這個集合叫r好了 我們叫r 那我們有時候會給它一個簡便的記號 會有一個簡便的記號 這個記號就是arb arb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 2 3屬於小一等於的話 我們會給它一個簡便的記號 就是2小一等於3 2小一等於3 又比如說 4 6 4 8 屬於整除的這個集合 整除就是這樣子 屬於整除這個集合 那就會有一個簡便的記號 就叫做4整除以8 就是448的因素就會這樣寫 所以relation它是一個集合 那這個集合呢 有時候裡面的元素 我們這樣寫可能 這兩種想法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時候為了方便起見 為了我們閱讀上面比較容易 我們就不會寫成 XX屬於小一等於 我們就會寫成是 X 小一等於X X小等於X 大X這樣 那這邊的X小一等於X 你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它的大X並不一定是實數 也就是說 以前大一的時候有學過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裡面講的Vector 真的是高中學的Vector嗎 並不是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的概念 這邊的小一等於 並不是你以往所知道 實數上面的小一等於 可以 大X這樣 小一等於 那現在呢我們是要推廣小一等於的這個記號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針對於小一等於 以往我們實數的世界裡面 小一等於要有什麼樣的性質 那我們會希望把這個性質給抽離出來 抽離出來之後我們再研究它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辦法推廣到其他情況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把一些性質抽離出來 第一個性質當然就是X小一等於X 這個非常的合乎直覺 那當然前提是你要知道 這個小一等於 並不是真的以前的小一等於 好 那再來看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叫做 anti-symmetric 這叫做 反對稱性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意思是 對於X裡面的兩個元素 如果你的X小一等於Y 而且Y小一等於X Y小一等於X 那這個小一等於當然就是這個relation 這個relation 這個意思 Y跟X滿足小一等於這個relation 如果這兩個relation都同時滿足的話 我們會希望X跟Y這兩個東西是要同一個元素 也就是X這個集合裡面也是同一個元素 好 它滿足這件事情 再來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是所謂的transitive 就是傳遞性 transitive 傳遞性 那它傳遞性在講什麼呢 傳遞性在講說 對於X裡面的三個元素 X Y Z 那如果說你的X小一等於Y 且Y小一等於Z 則你的X就要比小一等於Z 這個也是符合我們以前實數上面 對於小一等於的認知 也是符合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對於 我們這個partial order的定義 它是partial order 所以如果滿足這三個性質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relation是一個 在X 它是一個partial order 它是一個partial order 好 這是我們一開始知道的 那這邊的話 你要舉一些例子 有沒有一個partial order的例子呢 比如說 R小一等於 R是我們現在所考慮的大X 那小一等於呢 就是以往實數裡面的小一等於 那這個東西它是不是一個partial order呢 顯然是 實數裡面的任何兩個元素 一定是自己小等於自己 然後這兩個東西當然顯然都是對的 那這個應該是三一律吧對不對 什麼A小一等於B 且B小等於是你可以得到A等於B 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 好 所以這就是R小一等於 它是一個非常顯然的partial order 再來還有個例子 就是任何一個集合 我們考慮它的power set 那對於這個power set來講的話 我們考慮包含關係 那包含關係的話它也會是一個 滿足這樣一些事情的這個東西 這裡的power set就是X的任何的子集合所構成的這種子集合 那裡面我們考慮X的這兩個子集合 這兩個子集合自己一定包含自己嘛 這個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兩個集合X跟Y Y包含X 而且X包含Y的話 則X跟Y這兩個集合要一樣 沒有問題 再來看 如果Y包含X 且Z包含Y 則Z包含X 這個也沒問題 這個是單純的集合的包含問題嘛 所以這個東西它也滿足這三條 所以它也是個partial order 再來看一個例子 跟整除關係 整除的話也是很容易的 自己一定整除於自己 那如果A整除 當然是我們現在討論是正整數 如果X整除Y Y整除X 則X等於Y 那這種整除的話 它也滿足這種定義性 這個也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好就這樣 這是一些例子 好 那這邊的notation 我們約定一下符號 我有沒有寫錯字 有 沒有 Y小一點 Y小一點 好 抱歉 小一點 小一點 好 好 好就是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 約定一下notation 這個notation 呢 如果說 我看看 如果說 X 這邊的 小一點 如果它是一個partial order的話 它是X上面的partial order 我們就說 X配上小一點 叫做pulsat 叫做pulsat 反正就是一個名詞 對 你要知道 我基本好像黎一山老師上課提到這個詞彙 應該有 Pulsat 那正式的名詞叫做什麼 partial order zeta 那簡稱 變這樣 好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好 那 這是一開始的定義 我們知道了 一般情況之下 這種小一點這種關係 到底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去定義更一般的觀念 好 這裡的定義會比較多 忍耐一下 這定義是這樣子 首先我們給定一個pulsat 給定一個pulsat 然後說 我們說這裡的小一等語啊 叫做total or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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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呢 也可以叫做total order 叫做total order 它有兩個名字 兩名什麼都會用到 total order 這裡面 你雖然可能會有這種大小關係 但是 並不代表說 你任何x裡面的兩個元素 都可以比到 比較大小 並不一定 儘管你原本這邊可以嘛 但在這邊就不行了 譬如說 你的一二跟二三 你就不能比誰大比誰小了 這個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包含另外一個 所以 我們在這邊呢 就定義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total order total order是什麼呢 total order就是 就是 如果說 對於任何的 x裡面的兩個元素來講 你都可以比大小 就是要嘛 x小的等於y 要嘛 y小的等於x 你都可以比大小 那如果可以比大小的話 就叫做全序 叫做全序 那全序的話 就是你 全部都可以排順序 全部都可以排順序 那為什麼要 有時候叫做linear order呢 linear order 它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你對x 是一個有限集合的話 那它應該就可以有一個最小的 第二小的 第三小的 一直排下來 排成一條直線這種形狀的這種鏈 那這種鏈的話 感覺是一條線嘛 所以就是linear order 那它的名字是這樣子想的 所以 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再定義一個東西 定義一個東西 定義一個東西 定義一個詞彙 那這個詞彙呢 我們需要兩個partial order 假設我們的小1等於1小1等於2 1到2是下標喔 這兩個東西它都是partial order 那現在我們說 這個這裡是個定義 我們說 x小1等於2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expansion x小1等於1 那它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小1等於2 是小1等於1的extension extension的中文叫擴張 它是它的擴張意思是什麼 如果說 如果說 對於任何的xy屬於x 任何的xy屬於x 如果 擴張什麼意思啊 擴張的意思就是 它比原本的東西還多 比原本的東西還多 比原本的小1等於1的還多 什麼意思 就是 你如果在小1等於1的裡面 就是說 如果你的xy版足小1等於1 這個條件的話 那你小1等於2的條件 也會對 就是它的定義 所以extension 你就想像說 它的這個 裡面的xy可能會比較多 但是 裡面的這種 這種小1等的配套會比較少 那如果這個比較少都對 那 可以滿足 比較多的一定也對的話 那我們就說 這個東西它是它的一個extension 好 這個extension定義應該是 可以理解的 好 所以我們下面就去講一個定理 講一個定理 我現在猶豫 這個定義要起來 下面的空白還是 換新的一個版面 好 我就寫下面的空白好了 可能比較急一點 但是 反面需要 定理 這個定理 是要講這件事情 可能比較難懂一點 這個定理是 這個定理就是 這個四之五的重點 四之五的重點 它是講說 如果你的x 小1等於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有限的pulse set 什麼叫有限的pulse set 就是x是個pulse set之外 它的元素個數是有限的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什麼事情呢 我們可以知道事情就是 你裡面的元素 你基本上 你基本上 你就可以 會有一個 因為pulse set裡面的東西 其實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pulse set它裡面的元素 並不一定可以 任何兩個元素都可以比大到大小 不一定 這是你要知道的 不一定任何兩個元素都比較大小 譬如說 23跟31就不能比較大小 但是呢 你可以通過 在這個集合裡面 多加很多新的元素進去 然後再定義一個新的大小順序 使得說 它可以從小排到大 那這就是這個定理所講的 所以這個定理所講的 所以這個定理在講的事情是 你會存在一個 linear order 你會存在一個 這個 這個定理有點複雜 你會存在一個linear extension 你會存在一個linear extension extension 這個linear extension有什麼意思 linear extension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extension 那它是一個extension之外 它本身那個partial order 它也是一個total order 這是linear extension的意思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這個定理所講的 先到這邊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 這個有一點抽象 這個有點抽象 這個定理我再講一次 這個定理就是說 先給你一個有限的palset palset是滿足這三條 但是並不一定 任何兩個元素都可以比較大小 那這個定理講什麼呢 這個定理講說 我們可以通過一些extension的步驟 就是你可以加很多元素 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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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說 它可以讓 它可以新的構造出一個order 使得說這個東西 它會是一個extension之外 更可以是一個total order 它除了是extension之外 它本身也是一個全序 既然是全序 它可以就從小排到大 這樣子 從小排到大 好 這個地方有一點抽象 所以我可能要再確認一下 大家有沒有懂這個攻擊 嗯 聽懂的可以舉手嗎 好像比較少一點 好像比較少一點 好 不然我直接問一下 剛剛 你可以再舉四手嗎 可以再舉四手嗎 可以再舉四手 好 嗯 咦 怎麼現在好像大家都舉手 不然我可以問你哪邊不懂嗎 有沒有哪邊開始有困難的 你懂嗎 那你呢 有沒有哪邊開始有困難的 左邊右邊哪邊開始有困難的 左邊右邊哪邊開始有困難的 定理出現以後 呃 好 我想像喔 等我 給我一點時間 我想像要怎麼去補救這個東西 嗯 我想要舉個例子 這樣你就懂了 對 我舉個例子 這個定理看起來有點抽象 這是我舉個例子 應該就可以 好 我舉個例子 好 我舉個例子好不好 我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原本想要玩一點再講 但是 現在因為有點抽象 所以 我看我還是先把這個例子給講 講回來 好 這例子我覺得可能比較容易懂 應該比較容易懂 這個我用不想要放在後面 但是我還是先講 呃 好 我把這個例子講回來齁 這例子是這樣子 我們就考慮這個八面 呃 四面 呃 這怎麼叫 右面體 這部分好像 蠻多同學不太缺 確定的 装修 一個八面體 好 那這個八面體 六面體 六面體 這六面體 嗯 這個圖畫得不太好看 重畫 好大一點 然後 然後 嗯 畫太餅 對不起我一點毛毛 然後 把複製一份 把複製一份 然後這邊連起來 這邊連起來 雖然好像沒有很好看 但是 應該可以 好 一個六面體 雖然它好像沒有那麼正 但是 應該還是看得出來 是一個六面體 那這個六面體 有八個頂點 有八個頂點 那這個八個頂點呢 我們就去給它取名字 好 這八個頂點我們就去給它取名字 那名字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呢 呃 這是空集合 然後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 一二三的所有子集合都 起來 零點上面 那 我們用包含的關係 來連 比如說什麼東西包含空集合呢 一 然後 二 然後 三嘛 對不對 然後有什麼樣的集合 它包含一呢 就是 一二嘛 因為它包含一 那它當然也同時包含二 所以這個線是有第一的 那有沒有一個集合 它 同時包含一包含三呢 一三嘛 那每個集合 它同時包含二包含三呢 二三 對吧 那有沒有一個集合 它同時包含一二二一三二三呢 有 一二三 我這個例子最主要就是 我只是想要去解釋那個定理 好不好 解釋那個定理 好 首先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它是 它上面你可以畫出有很多的partial order 譬如說 這是一條partial order 它這個partial order它本身構成一條鏈 它構成一條鏈 所以就是 5 小一等一 小一等一二 小一等一二三 這看得出來 那這個也是一個鏈吧 這個我隨便畫 這也是一個鏈 所以就是 從上到下 那或是從下到上都可以 可能就是一條鏈 滿足這種大一個等的關係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看同樣高度的話 這三個假設就是同樣高度好不好 我剛剛可能的話也沒有那麼準 這三個同樣高度的話 那這樣的話 他們就不會是有這種包含的關係 那所以這就是 在這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partial order 但是這些partial order之間 並沒有一個很好的 每一個元素都可以比較大小 對 並不是所有元素可以比較大小 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工作呢 這個定理最主要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該如何去定義 該如何去定義 一個大小關係 使這個大小關係 可以讓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就是你原本的x 你原本的x 請記得這個partial order set 這個x 這個x 這個x它一開始就是 這個x是什麼 這個x是power set of 一二三喔 你在這個一二三的partial 這個power set裡面 你的partial order有很多條 但是並不是每個x裡面的元素都可以比較大小 對吧 所以我們會希望找到一個 讓x裡面的任兩個元素都可以比較大小的方法 比較大小的方法 那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這麼做 就是 你比較一下元素的個數 那這樣就可以啦 因為 這最 元素個數是0的 最小的就是fi 再來 元素個數是1的 它就小的等於1 對 它是嚴格小的 沒關係 還是一樣小的等於1 那1小的等於2 對吧 因為你看的是元素個數小的等於2 然後小的等於3 就沒問題 然後呢 如果你是看元素個數的話 它小的等於12 小的等於13 小的等於23 小的等於123 那這樣的話 你透過一個新的定義大小關係 這種方式的話 那這樣的話 你就是讓x裡面的任何兩個元素都可以比較大小 因為你用新的方式去看待 你原本的partial order是用包含關係去看待 但是你在這邊用什麼看待呢 用的是元素的 這個集合的元素個數 好 所以這個定義 看懂得舉手 可以看懂可不可以舉一個手 這個定義 看起來應該也有比較懂一點 好不好 這個定義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 再重複解釋一下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就是 這邊有一些partial order 那 這個定義 就是一些元素 extended就是加一些元素 那這個元素 加一些元素的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你原本 這個集合裡面的partial order 一樣是滿足的 通過加一個元素之後 它是一個linear order linear order 的意思就是任兩元素都可以比較大小 好 應該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等一下 我們會再回到這個例子上面來 好不好 我們會再回到這個例子上面來 所以這個圖 我先 我不忍心擦掉它 所以先把它留著 先把它留著 所以就 所以我 我可以把這邊擦掉了齁 好 好 可以 所以 我先擦掉上半頭 好啦 好像今天不太全擦了對不對 好啦 先擦了先擦了 那現在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現在呢 要進入到4.5最重要的這個東西了 那它其實很簡單 它其實只是抽象而已 但是它其實相法很簡單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 要如何把這個 呃 linear extension 找出來 好 就是一個演算法 其實我不太懂 這麼抽象的東西幹嘛給演算法 這個 這個東西已經蠻抽象的 還給個演算法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開始看了 好 那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這個例子講這個演算法 就好 可以 可以齁 直接用這個例子講演算法 來囉 蛤 我們等一下把演算法的過程寫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先用這個例子講一下這個演算法怎麼做 反正我們就是要 找出一個新的大小關係的這種排法 好來 那它這裡的話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 首先呢 我們先挑出一個元素 這個元素它是minimal element 我印象老師在課堂上面曾經提告說什麼 minimal minimal 這些東西它其實有差別 那這邊的話你就要知道它的差別在哪邊 它差別是這樣子 就是 這上面有很多的partial order 那這些不同的partial order當中 你比如說你這條 呃 現在變成紅色 現在變成紅色 這條紅色的鏈 你去看這條紅色的鏈 這條紅色的鏈 因為這個集合本來是binate 所以你可以找到一個最小的 這裡最小是什麼 空集合 所以對於這條鏈來講 或者說在這個集合X來講 這個空集合就是一個minimal element 可以嗎 它就是一個minimal element 因為它在這條鏈最小 但是並不一定在其他鏈最小 即便在這裡的話 在其他鏈也是最小的 但是 我們在這邊只是看它如果是一條鏈當中最小 那它就是minimal element 所以這邊的phi呢 而這邊的空集合我們就是 全出來 第一個元素 就是它最小了 它最小 再來第一步結束囉 再來第二步 第二步的話 我們就是看剩下這些元素當中 我們找出一條partial order的鏈出來 比如說我們就找這一條 我們隨便找的 真的隨便找的 然後就找到這一條 這一條 那在這一條當中 最小的是什麼 因為空姐沒有畫到 所以怕不會畫到下面 最小的是2嘛 對不對 那 除了它之外 其實它還有很多最小的鏈 那這些最小的鏈呢 我們就定義一個order 這個2呢 最小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圈起來 我就把它圈起來 那這個圈起來的話 我們就叫做 2 我們叫做2 可以嗎 它就叫做2 好 再來 1跟2都把它掉囉 所以你現在就是看 剩下這些鏈當中 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績效 好 再用不同顏色的筆 我們隨便畫一條 我們就真的隨便畫一條 譬如說 真的畫一條好了 譬如說這個 這個 這一條 就這一條partial order的鏈上面來講 最小的是什麼 3嘛 上面被畫掉 所以3我就圈起來 叫做3 叫3 那你就這個步驟一直做下去 譬如說 你這邊好死不死 你這邊取的是這一條 這一條 那你現在不能往下走啦 你也不能走這邊 所以它這個東西我就圈起來 叫做4 叫做4 好 那你就一直往下做 那一直到所有元素不見為止 譬如說 我這裡顏色太少了 譬如說就這樣子 譬如說 就這樣子 這樣子喔 這樣子 往下畫 那這樣往下畫 一定要畫到底喔 就是不能再畫為止 往下畫的話 這邊的1最小的嘛 那我就把1給圈起來 而且給它名字叫做5 叫做5 好再做一次齁 這裡面還可以做什麼 法學order 就是要嘛是這樣子 要嘛是這樣子 那我隨便再舉個例子 就是 這樣子好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我就把它圈起來 叫做6 叫做6 然後再做齁 這個東西我就往下做 這個東西我就圈起來叫7 那現在這個元素呢 我們就取名叫做8 好 那我們把這8個元素 列下來 就是乖乖列 第一個元素叫做5 第一個元素叫做5 第二個元素叫做5 第二個元素叫做什麼 所以可以幫我列一下 2 2 然後呢 3 然後呢 23 然後呢 1 然後什麼 1 1 然後呢 1 1 2 1 3 然後呢 1 1 2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東西有沒有 滿足extension的進行 首先呢 你在我們原本這一個 很多partial order裡面 你的1一定小於等於 你的什麼 空集合一定小於等於3 小於等於23 小於等於123 那請問 在這個順序裡面有沒有滿足它 空集合 然後再來是 3 然後23 欸 正在它後面耶 然後123 欸 滿足啊 然後再來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你在這邊取一個鏈 比如說 這個鏈好了 這個鏈 這個鏈 這個鏈它的大小順序是 空集合 然後1 1 1在哪 1在這邊 然後1 3 13在哪 在這邊 然後再來是123 欸 是不是它還是保持順序 好啦 講完 就這樣 就這樣 請問我還需要把眼上馬寫下來嗎 不用了齁 不用了齁 好 所以 好啦 所以這就是前半 這個四字路前半所要講的事情 其實它這個想法很簡單嘛 你就是不停的去找一條partial order的鏈 然後找那個partial order的鏈當中 還沒被刪掉的東西最小的 對 好 好 大概是這樣 那剩下的話 這一個小節當中還講了一點事情 我會直接用喜歡念念就好 呃 它就是定義一個東西叫做equivalent relation 那equivalent relation它叫等價的關係 那以前的話 這個東西叫partial order partial order它有點像是以前時數上面的小於等於 但是equivalent relation它其實就有點像是等於 那怎麼去定義equivalent relation呢 就是 呃 它滿足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呃 就是自反性 自己一定要等於自己 這個 沒有一定 一定可以嘛 那一定滿足對稱性 如果A等於B 則B等於A 那這裡等於是一個relation 它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所以A等於B 則B等於A 這是一定對的 那它還滿足一個形象trancy A等於B 且B等於C的話 則A等於C 這個一定對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 剩下就是告訴你說 你equivalent relation跟partition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個好像代數有交過對不對 假設有交過了 假設有交過 那 好今天就到這邊好不好 先放過這邊 所以 我先把那個站開暫停了 所以這就是